铁拳超人PK爆破鬼才 谁的个性更强呢 初九带妹子潜入办公楼 搜寻暴徒和核弹的藏身处 走着走着 爆豪突然杀了出来 一击铁拳 就将初九和妹子震倒在地 初九并不意外 他知道爆豪一定会主动攻击自己 因为爆豪一直看不起自己 爆豪发起冲锋 却被初九反撑出手臂 初九一个过肩摔 就将爆豪中扎在铁板上 这是他第一次反打爆豪 他写的英雄分析笔记里 详细记录了爆豪的战斗技巧 所以才能及时想出对策 爆豪快气炸了 曾经被他藐视的臭酒 如今却被他强 他没法忍 这时队友打来电话 关心爆豪的战况如何 爆豪让队友别烦他 随后爆豪关掉了通信器 一发手炮冲击 杀将初九 初九呢不断提提阻拦 接着赶紧拿交代捆爆豪 只要捆住双手 就视为将其俘虏 爆豪大惊 立刻提起右臂反击 初九呢 猜到他会这么出招 抢先半秒躲过 同学惊呼 初九的反应可真快呀 爆豪察觉情况不对 在此贸然出击 初九果断战略转移 机械思考作战计划 爆豪越找不到初九 就越火大 他咆哮着 臭九一直在骗我吧 其实你有个性 那你故意对我隐瞒 然后看我的笑话 是这样吧 初九呢拒绝回答 选择暂避锋芒 关键时刻 妹子遭到暴徒和核弹的位置 正好位于初九的上方 初九下定决心 这场战斗 绝对不能输给爆豪 突然爆豪找到初九 初九抓紧腰带 鼓足勇气 正面对决爆豪 爆豪决定放大招 就见他 抬起装甲护臂 启动了引爆气 老师大惊 要求爆豪立刻停手 爆豪表示 老师放心 我不会要他的性命 随即爆豪一把 兄弟火弹 正挑走狼 被瞬间摧毁 火弹掠过初九 冲击向战斗场 整个雄鹰高校 都在震颤 大楼被炸出一个大洞 初九摊住在地上 奄奄一息 初九会败给爆豪吗 不自来讲讲吧 好的 麦特带领全班学生 在战斗场 开展实战训练 初九和茶子 扮演英雄 爆豪和天灾 扮演暴徒 双方在办公楼内对决 初九被炸倒后 爆豪朝他走去 解释 我的汗液里 含有硝酸甘油 我会储存在装甲护壁里 一次性放出 就能制造出大爆炸 初九吓得瑟瑟发抖 爆豪命令他 站起来继续打 没料到 初九却联系上茶子 询问他那边的战况如何 茶子表示 他已经被天灾发现 他将自身重力消除 想跨越天灾去触碰核弹 不料 天灾一招火力推射 扛上核弹就跑 他的作战计划失败 见初九打电话 爆豪感觉自己受到侮辱 决定再发一枚伙伴 但被麦特阻止 英雄的职责是救死扶伤 你的攻击 对建筑物造成巨大破坏 这极有可能会 伤害到视频前的吃瓜群众 所以 你不能再用了 爆豪无比恼怒 那就和初九 近身格斗吧 爆豪一招暴速漩涡 冲到初九眼前 初九判断爆豪会俯冲下来 结果 爆豪一个空中击杀 扑到初九背后 一发灼烧弹 重创了初九 接着 一记直冲拳 暴击初九的地步 随后 抓住初九 一招魔鬼大百轮 将他重砸在石板上 初九脑瓜子之翁翁翁响 同学全都紧张万分 麦特更是忐忑不安 这样下去 初九非死即残 但只有将初九逼到绝境 才能激发出他的潜力 突然 初九向前逃窜 同学纷纷目瞪口呆 初九这是要当逃兵吗 下一秒 初九杀停在窗台前 爆豪又追过来 要求初九使用个性跟他打 初九攥紧拳头 发出怒吼 我一定会超越你的 俩人同步发起冲锋 初九集结所有力量在铁拳上 爆豪也引燃了所有汉液 麦特意识到太危险 正当他要阻止俩人时 初九忽然命令查子 抱紧你身旁的柱子 紧接着 初九一记扣杀犬 居然挥向上方 顷刻间 整栋大楼被他镇垮 超强的冲击波 洞穿所有楼层 查子顿时领悟初九的意图 他立刻消除柱子重力 然后扛在手里 全力一挥 先飞所有砖楼 天灾受到冲击 查子趁机飞跃过去 紧紧抱住核弹 视为成功阻止核弹引爆 麦特激动宣布 初九和查子 获得了胜利 天灾难以置信 爆豪更是难以接受 这下更加憎恨初九 初九手臂将近报废 但他凭借过人的胆破 成功夺取胜利 并且获得同学们的高度赞赏 麦特赶紧将他送去校医室 课后总结 麦特宣布天灾的表现最好 众人不解 麦特让大聪明 八百万解释下 八百万表示 因为天灾顺应了 训练的状况设定 爆豪虽然够猛 但完全是出于个人恩怨 而且还在室内狂风暗战 简直是个猛夫 初九非常勇敢 但却是尖敌一千自损八百 查子钉烧天灾却被发现 扛着柱子攻击过于粗暴 如果核弹不是道具 后果不堪设想 天灾都听懵啊 我都不知道 我有这么强 麦特更是惊呼 八百万不愧是 被推荐入学的精英学生 厉害 下一场实战训练 伟白和叶影 扮演暴徒 轰胶洞和杖子墓葬 扮演英雄 轰胶洞的个性是 半冷半然 他手贴住墙壁 一招兵风万将 直接冻住整栋大楼 对手被冰块禁锢住 轰胶洞轻松摸到核弹 夺取胜利 很快 所有学生都参加完实训 同学一致认为 麦特的实训课 比向则强多了 麦特宣布下课后 急匆匆地逃离同学视线 他躲进小房间 瞬间变回瘦弱形态 可不能让学生看到这番模样 初九接受校医的治疗后 当天下午 就能下地活动 不过因为体力不尽 需要慢慢养伤 回到教室 同学都围着他 夸他勇气可嘉 是所有人的榜样 上名电器正搭讪茶子 茶子发现初九回来 立马扑腾过去 这时初九发现报豪走了 赶紧去追 成功在校门口追上 犹豫之下 他向报豪坦诚 自己的个性叫OFA 是别人给的 至于谁给的 不能说 他是想让报豪知道 自己原先真的没有个性 但报豪不相信 反而更加认为 初九在变本加厉地羞辱他 报豪气出了眼泪 发誓会成为雄鹰的第一名 然后就抹眼泪回家了 初九也立下小目标 要更努力地驾驭OFA 得知初九向报豪泄露个性 麦特专程找到初九 苦心劝告 关于OFA的事情必须保密 谁都不能告诉 因为一旦别人知道 OFA能传承给任何人 坏蛋就会想方设法夺取 到时 世界就会陷入危机 这天 学校外面涌现一堆记者 非要采访麦特 向泽出来应对 一瞅他这邋遢模样 记者直呼 哪里来的流浪大叔 为什么会出现在雄鹰 向泽启动防护壁 重合金构成的闸门 拔地而起 将记者们拦截在校门外 然而 全国各地的记者分涌而来 围得雄鹰水泻不通 班级会议上 针对实战训练 向泽对每个人的表现 做出评价 报豪是容易冲动 如果能更冷静一点 爆炸个性 就能发挥更大作用 初九是对个性的掌控 还不稳定 仍然会给队友造成负担 但在最后 向泽鼓励初九继续努力 初九顿时信心倍增 紧接着 向泽要求众人推选班长 众人直呼 开学都多久了 你才想起这事啊 所有人都踊跃报名 报豪的手举的最高 天灾也是自我推荐 初九对班长有些许的憧憬 但班里高手那么多 哪能轮到自己呢 众人争论不下 向泽便让大家投票 谁的票多 就选谁当班长 没想到 初九竟然得到三票 是得票数最多的人 报豪火冒三丈 为什么是臭酒 哪三个小独子投的票 茶子嘴一翘眼一血 可不能让报豪知道 我给初九投票 天灾也投票给初九 他认为 初九敢于奉献自己 不全队友 完全有资格担此重任 就这样 初九成为班长 八百万的票数 仅次于初九 顺理成章担任副班长 初九的班长宝座 能坐稳吗 我们下期接着讲 本篇叫做 我的英雄计刃第三集 本期问题 如果让大家 正选一个班干部的职位 大家会选哪个呢 选班长的扣三个一 选纪律委员的扣三个二 选科代表的扣三个三 选题委的扣三个四 其他职位 可以打字哦 拔到评论区 好了 本期那么就到这了 这是波乐新频道 大家多多支持 记得点赞关注订阅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